红色洋装长裙坐在荡秋千上 底下像是镜面反射 照片构图建立不同层次 一对行侣坐在沙滩车上 哪有以一个飞踢姿势 被快门记录下来 这专门拍特殊美照的 花莲天空之镜 是网美打卡热点 但你可能不知道 真实的拍摄场景是这样 前脚是直的 我们再次 反折 反折 来 一二三 原来沙滩位在花莲三站 西出海口 因为看准大批游客前来拍照 有业者把美照设施放在沙滩上 也吸引沙滩车业者 进驻 坐神椅 跟自然景观有没有融合吗 对啊 是有点突兀啦 但是效果蛮好的就是 拍照效果不错啦 行程这样跑过去 赶赞往回来 是不错的 成功吸引游客拍照秘诀 业者在沙滩上 放着这些艺术装置 像是在白色阶梯上 一对夫妻深情地望着对方 阶梯两侧还有白云衬托相当浪漫 但在美照背后 却有民众检举 疑似这样的行为 恐怕有破坏沙滩的疑虑 它是可以迁移式的 譬如说我们遇到台风 或者是有状况 我们就要把它翻回来场地 那也不会造成海洋的负担 对此县府也回应 有民众认为 这样会破坏沿线景观 但经过实际勘察 这些装置非固定式 没有触法疑虑 未来会劝导整理环境 往美照吸引人朝上门 美翔却遭到检举意外引发讨论 三一轩旅艳 下方名花莲采访报导